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今天呢就想 聊一个问题是关于 独产 它的名字叫玉乐产 那么大家进了娱乐场 为什么我们进了大多数都是 在娱乐场痛苦的出来的 看一下空调 我们一般呢都会直接就认为说 在独产出来 你感到痛苦 肯定是输钱嘛 这无庸置疑的 输钱肯定是让你 让你觉得这个 这个不爽的 不舒服的 即使什么呢 有两种人呢 一种人是有钱 非常有钱 他输了也会很不爽的 还有种人是拿着生活费 就我以前讲过 叫做拿着孤寒钱去赌的 那他更不爽了 因为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输钱呢对于有钱无钱的人来讲呢 都是不爽 但是呢他的痛苦 那种痛苦 就是说 我今天就跟大家来讲讲我对这个去赌产出来的痛苦的背后的几个重要的几个点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说这些的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 不要陷在 就是 像陷阱一样的陷入在这个 无休止的这种 无名的痛苦当中 除了钱之外 事实上有很多东西 我个人认为大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到 所以说 我今天就想把这个话题呢 就好好的聊一聊 首先一定是钱 对吧 那么呢我认为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当你每次去赌产 不管你是在北美还是在东南亚还是在这个澳门 你每次进赌产的时候 去赌产的过程 去赌产的这个过程 事实上你是抱着期望 你抱着期望去的 你这一次要有一个所谓的盈利目标 或者说你这一次要去测试你的策略 对吧 对吧 可是呢 7万余最终实际的结果 它的反差 令到你就觉得 也就是说你的设想都落空了 那么就令到你比较痛苦 好 那我们就说一个数钱让你不爽 一个是7万余结果 这说句实话 这都是一个表面 在我看来也都算是一个表面 那事实上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 就是说什么呢 你看啊 我们在过程当中 就是在这个整个投注 或者说好听一点叫博弈的过程当中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事实上是对这个不确定性的 一种把控的能力善失了 或者说我们对不确定性 希望对不确定性进行一个掌控 那事实上 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失控的 就是对排路啊 就是对这些专研的变化啊 对你下注的这个正确与否啊 那我们就发现 在这方面 我们失控了 那人本身天生呢 他就是有控制欲的 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这个教育 和我们受到的一些人的影响 再讲讲生了我们就不讲了 大家发现没有 事实上他们一切都是 使用的控制手段 那么我们不由自主的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说加深了我们的这个控制欲望 那么呢我们反复的 你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在赌场里面投注 连续错误 或者说总是一赢一输 总是一输一赢 或者说我们总是赢一输一输 甚至是连输几辗 像这种状况 我们就会感受到 我们完全没办法把握这个博弈的这个过程 和我们的博弈的对象 我根本就觉得他琢磨不定 琢磨不透 对吧 那你想一想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同时又失去了金钱 你怎么开心得起来呢 你肯定是痛苦的 这个我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是对我们的对手 对象我们发现我们失控 那么还有第四点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错误的一种愤怒 就说什么呢 我的策略失效了 我们所有的朋友去澳门 去赌场 甚至你在线上打 你事实上在进去之前 除了你设定的 你有一个预期之外 事实上你有你的一个方案的 你有一个策略的方案的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发现我们刚才讲 你对你的对手 对象 你发现你把他掌控不了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 你的策略是失效的 对吧 你的策略失效的 那么你就会形成对自己的 我们说什么 对自己的这个能力 就是制定策略的这个能力 你会 你会 你会对自己产生一种这个无力感 对对手的一个控制 你也控制不了 发现自己的策略 由此发现自己的策略 是效的 好 那么第五点你就是什么 你发现你自己 对自己的执行力 我们就假设 你的策略是有效的 你的策略 是对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由于输赢的波动 这些输赢的波动 造成了你 可能这个专注力啊 情绪啊 都有那么一点点 不是一点点啊 有那么一种失控的 你已经把握不住自己的执行力了 你的策略 执行已经开始变形了 那么你就会对你自己的执行力 有一种失望 那我们看一看 这 我现在列出了五种五个因素 这五个因素 大家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你看 第一真金白银的失去了 那肯定没有人爽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真金白银啊 我先把这五点说完啊 抱一下 然后再说说我的其他的一些感受啊 第一你是对 你的真金白银失去了 虽然是身外之物 但是这个身外之物 失去了 多多少少对你是有影响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你进赌产之前 你做了大量的研究 或者说有很多的想法 那么呢 并且你对你的目标 有一些设定的一些 一些期望值 你有你的期望值 可是呢 最终的结果 给你带来的 他的反差 第三点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你对你的对手 对排路 他的变化 你的控制欲 受到了打击 这是第三点 你反复的错误 就给你带来了 悲伤 甚至是暴怒 当然了 你 你很多时候 你也会连续种 给你带来了款喜 你觉得你非常lucky 你非常幸运 可是呢 紧接着呢 他又会给你带来一些 你连续的错误 或者连续的失误 那么 这种反差 他造成你的情绪波动更大 他也会是引起了一个痛苦 第三点 第四点 你对自己的错误的 愤怒 或者说 对你自己的策略 制定的能力的 这个 一种 一种 一种沮丧和自卑吧 然后形成愤怒 第五点就是说 对自己执行力 你好策略 你却没有把执行好 这种失望 也是给你带来一种痛苦的 对吧 因为赌博这东西呢 他直接涉及到金钱 金钱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看过 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应该是叫金钱的游戏吧 马兰 马龙白 白兰渡演的 就是演教夫的 老教夫的那个人 他年轻时候的一部电影 是叫金钱的游戏吧 啊 还是金钱的什么 反正里面有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 sorry啊 我喝点水 他里面有一句话啊 叫money is power money is freedom 是他的一个师父 就是昏片门的吧 他的一个师父叫他的 就是 钱 money is power 是能量 是力量 能量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应该是能量 freedom 钱是自由 那么你想想 我们如果而是说输了钱 或者是连续输钱 甚至是输到已经 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的 那么 那么 我等于是 我的能量 在 削弱了 我的自由度 在减低了 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对不对 money is power money is freedom 也就是说钱 虽然是身外之物 但是他 却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你看我们简单的 简单的 我讲的五个点 那么我们简单的来分析的话 第一就是你 金钱的 对你的一个影响 那金钱对你的影响 就直接影响到你的 我刚才讲的 freedom 和这个power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 钱又是 你的面子 甚至直接涉及到你的社会地位 和你在朋友圈当中 你在社交圈当中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地位吧 以及你的影响力 对吧 这个确确实实实是一个非常 令人非常痛苦的 那么这些痛苦呢 我们以前呢 可能呢 只是表面上说 啊我输了 我 我我我我只是感受到痛苦 那么这些痛苦背后 它的因素是什么 无外乎就是这些嘛 你掌控了 或者是你失控了 你是幸运的 还是说你现在在走霉运 你现在是备运 对吧 你 你的能力 你对自己的 这个能力 你的信心 以及你对自己的自控能力 和执行力 这方面 事实上 你没有你没有认真的去做分析 但是事实上 这些潜意识 它是一直在发挥作用的 那么 原本的预期预期和你 结果 最终就让你感到非常痛苦 那么我说这个 我说这个 我说这个目的呢 我是希望大家就是说 一方面呢就是说 你要想快乐的赢钱 或者说 你以前承受了太多的痛苦 不如直接放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如果想快乐的赢钱 那么呢你首先就要 对我们的 所谓的这个博弈行为 你要有一个 理性的认知 理性的认知 而不是就是这种人 人云亦云的 人家 人家说两句 你就OK 你要 你要对自己有一个 比较深入的一个 自我解剖 好吧 我以前有讲过 读把家乐这一块呢 我们讲这个人的功力怎么样 功力怎么样 你真的要想打得好的话呢 我们是借用的那个 谁啊 诶 是杜甫啊 是路由啊 应该是杜甫吧 他跟他儿子说的那句话 辱欲学诗 功夫在世外 那么我们打 百家乐也是这样的 功夫在世外 对我们对赌产的一个理解 认知 对自己的一个认知 以及对这个 博弈里面的 包括投机的这些认知 他这个全方位的 我们应该有 都有一些理性的认知 我们才能好好的 去做这面事 那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你仅仅就是 流于表面的痛苦 现在表面的痛苦 里面 事实上你就变成是 我讲句不好听的话 你就好像是一个 一个废弃的塑料袋 在一个漩涡 在一个江面上的 或者说极流里面的一个漩涡 你就飘在那里 不停的在打转 那么呢 这对我们的人生来讲呢 是非常可悲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过 我的视频过去 现在和将来 事实上我们 就是做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说 我告诉你赌博 他有多么的 大的危害和可怕 你趁早 你趁早离开 不要在这里面 这个沉迷在这里面了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你认为你有足够的财力 你有足够的这个精力 你也有足够的兴趣 你虚幻在这一块呢 我们说你是娱乐也行 你是这个投资也好 或者说你是想把它做成一个 几个好朋友 理念价值观都比较一致的 几个好朋友来做一个团队 来作为一种这个 相当于运动项目 投资项目等等等等 由你来定义 你想玩这个 那我的视频和我的课程 就是来给大家提供这个的 那么我们还是再重复强调一点 就是说假如 你各方面条件不够 并且你在里面已经承受了很多的痛苦 那么长痛不如短痛 赶紧切断离开 断臂求生 你有更好的发展前途的 不要沉迷在这里 那以后我专门讲一集 就是为什么不要沉迷于赌博 好吧 那么我今天就 把我刚才突然想到的 这个 我说这个事情我以前一直都那个 我以前一直都有思考过 那我干脆就把它简单的整理一下 来做个视频 跟他交流一下 好吧 那么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谢谢